那家长的建议呢 你们刚给的都是小孩 要跟家长说什么话 我觉得就是 音乐真的很花钱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 青梨天下Podcast少年特有种 我是主持人罗一君 今天我们邀请到 两位特别的孩子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继上一集 我们的专题体育班之后 有人敲碗要来讲音乐班 也是啦 他们这个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呢 都跟人家有不同的生涯 所以想当然他们的内容也就不一样 我们来欢迎两位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佩佑 大家好我是刘丽琪 好那佩佑你现在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历程 我以前是国小 然后到国中还有高中都是音乐班上来的 我是主修中体琴 然后一路就是音乐班上来 那有复修吗 有我复修是钢琴 那今年现在是高二 对对现在是高二 所以你是一路音乐班代表 对我是第一 自从幼稚园毕业之后 对就踏上了音乐之路 在圈子很久 在圈子很久 好来另外一位你在圈子怎么样 我才刚进这个圈子吧 我们大家一定要这样讲话 我国小其实不是音乐班 我是在飞音乐班 就是一些比较社区国小就长大的 就是就进就读的社区国小 公立国小 对对对 是 然后到了国中以后才去音乐班就读 然后目前的主修是钢琴 副修是打击 然后目前是国二 打击是所有东西都会打吗 对其实差不多就是像是马铃巴 就是木琴 铁琴 高音木琴 爵士鼓 小鼓 电音鼓 什么各式各样的小乐器 像是什么三角铁啦 什么邦谷啦 所以许打击就是只要这首歌需要有打的就你了 是这样吧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遇到有一些那种不知道只要怎么弹 就是那种 转不过来 对就是那个地方就就写的很奇怪 不知道作曲家怎么写的 哎 我才批判起作曲家啦 你怎么写的害我打不好 害我弄不好 害我弹不好 好哦 然后呢 当然就是多方询问 寻找答案 像是问老师 各个老师 像是书哥的导师啊 或是自己的老师啦 或是 不然也可以问同学 就可能有同学有谈过 哦 所以同才真的蛮重要的 对 而且同才会卡住 也会卡住 会遇到的问题 大家也都会遇到 哦 他们都是过来人 对 只是大家时间点不太一样 所以老师给的帮助 未必有帮助 因为他可能没卡过 是这样吧 对啊 就是有些老师就是很天才 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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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就是这样弹啊 你为什么不会弹呢 然后就觉得 怎样我是笨蛋吧 对啊 懂懂懂 有些人真的就是他天才型嘛 所以他不理解说 那个碰到的时候 会怎么处理 你们对未来想念音乐班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你讲清楚 就是 给那个要念音乐班的学生的建议 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可能念音乐班 但如果你又想要学科就不要整个掉下去的话 你可能娱乐会变得非常非常少 就可能平常你回家有就是很多的休息时间 就是因为普通班嘛 然后就是国小 我是国小升国中 就是国小就是其实作业也没有到那么多 但是你上了国中之后 原本的课业压力就会变大 然后你又要多了 数科 对 数科上的压力 所以你这两个压力加起来就其实是会多很多的 对 就这部分要做好那个心理的准备 就是国中是没有娱乐 那你问一下你学科是有补习吗 还是自己念 自己念 应该也没时间补习了吧 对 没有时间 OK 好 那佩佑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 你要很认真很努力的练琴 练琴不可能是快乐的 但是当你练完会有成就感 那个时刻才是快乐的 所以你要很习惯这种模式 如果你要走下去的话 对 说得很好耶 那我练琴很不快乐 不管你在练什么 练组绣的时候 会有痛苦的时候 你们怎么撑过来的 等待成就的那一刻 你就一直想着未来那个 对 然后提醒自己 对对对 练琴的话 那就自己练就会很痛苦 但是其实在学校啊 就是都会有情法 就是你其实可以跟同学一起 就是 对啊 可能稍微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玩一些 玩一些什么转调啦 什么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 你看哦 人家国中男生在打电动 有没有 我以为你刚知道说 就大家一起练习练一练 然后就打一下电动 没有 他刚说什么 我还转调 转调什么东西 转调就是 就是原本是这个音 对 就原本这个音是弹在这里 然后你把它 降几个音 对降几个音 或是升几个音 然后就全部都要改啊 不是吗 对啊 你在玩这个吗 差不多啊 就是 也是蛮特别的兴趣 好酷哦 可能就是 一个情分有两台 然后我就弹这个调 你弹另外一个调 然后听起来就会很 对就是 很恐怖 但是在那过程中 你就开始开心啦 所以音乐真的是 你的维他命 对 他好乐天 他好乐天哦 对 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他适合走这条路 对 因为音乐可能就跟电玩一样 可以麻痹他的心理 哈哈 不是我开玩笑 好 那家长的建议呢 你们刚给的都是小孩耶 对 要跟家长说什么话 我觉得就是音乐真的很花钱 哈哈哈哈 你真的替家长担心了耶 我觉得你好贴心哦 因为很花钱所以呢 非常的花钱 自己要考虑清楚 对 家长要自己考虑清楚 他就是一个无底洞 一进去就真的出不来了 不要以为你逼小孩 其实你也在等于逼自己 对 哦 我听懂这句话的含义 就是在决定要不要念音乐班之前 先衡量一下 对 要衡量 你自己要不要走进这个无底洞 对 OK good 很实际不愧是准备要出国念书的level 我都没想到 对 因为你才国合生活 对 好 那在你这个阶段你想要说什么 嗯 我觉得家长可能要 如果就是上音乐班 嗯 那就一定会有主修跟副修 对 那都一定会有主修老师跟副修老师 是 那主修老师跟副修老师跟自己是不是 就是比较 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很爱 那个主修老师或副修老师 这个 其实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因为 你说合不合的来 对 合不合的来 像是 如果 那个 那个学生 每天上课 每次上课都被老师一直骂 一直轰 那他一定也不会想要继续练琴啊 嗯 对 然后像是 如果那个学生想要谈的风格 跟老师想要听到的风格是不一样 那 可能也会起很多的冲突 所以 那个合不合 就是 适不适合 就是去找那样的老师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真的耶 因为 适不适合 也可能会影响到 你自己对这个东西 适不适合的评价 对 跟促娯 跟促娱 如 inv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